我請教一下彭孝大哥 事實上我們看到這一段時間以來 AIT對台在台工作 其實非常本土化 剛剛看到的AIT美軍上校的這一個影片 那確實這一個對於台灣社會來講 自然可以感受到 它其中帶來的政治跟軍事的意涵 是 我覺得剛剛矢板有些人他提到的 這個非常值得我們參考 坦白講台灣的最大問題 不在於說我們的軍事力量有多大 不在於說中共的軍事有多強 而在於我們的心理是不是夠強大 新防很重要 所以現在美國所做的 都是在強化台灣的新防 因為武器隨時可以賣給台灣 但是新防不是一朝一夕的 今天為什麼我們會出現說很多人 會挖向大陸那邊 西瓜擋一堆嘛 那麼今天我們要講 我看那個中共的 這個所謂的兩棲登陸演習 那個場景很像哪裡 很像左營的桃子園 那個沙灘 換言之就是它是一個內灣裡面 你看它旁邊那個山 就是一個內灣 因為什麼 內灣風平浪靜 而且它那個海灘很平緩 坦白講這個是做給外行看的 那種的兩棲的這種登陸的這種戰車 在台灣無有五之地 除了左營 我們每次漢光演習的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我們平常演習 沒事都要死人了 那台灣其他地方 台灣只有13個登陸點 那13個登陸點 沒有一個地方可以登陸兩個營以上的 我們50年前 幾十年前 我們就已經把這個搞得非常熟了 對不對 整個戰場經營找出做的 我們在那個沿海做的那個山腳錐 那個大的 一方面是魚礁 二方面就是阻止它登陸 對不對 所以這些東西 它那些都是做好看 真正在登陸的狀況裡面 一點不管用 第二個 就是說今天我們不是 不是我們 有的人就講說 你看看我們台灣這麼小 大陸這麼大 它有多少軍隊 台灣只有多少軍隊 它有什麼 它有什麼 好像是台海之戰 是只有台灣跟大陸在打 錯了嘛 怎麼可能 任何一個所謂軍事家 如果以這個角度來分析的話 他不是外航 就是故意在騙人 對不對 因為70年來 兩岸之間的對峙 本來都是美日 中台 四方嘛 但是現在美國就發現說 台灣最大的問題 信心問題 心防問題 所以說美國做很多動作 就是告訴我們說 我會跟你一起作戰 由我做靠山 像對日抗戰的時候 那個飛斧隊一樣 你放心 我會來的 我們會並肩作戰的 所以說我們的國軍也好 我們的同胞也好 大家要有信心 老共說實在 他真的 真的厲害的不叫了 會叫的狗不咬人 好 我們收後回來